哈喽啊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牵引教育的分享课堂啊 那么今天的话呢 就跟大家呢分享一个非常重爆的炸弹啊 就是说啊 今天啊给大家呢分享一个我们的一个程序的优化 好吧啊 这个的话呢 我希望大家啊能够理解 其实这个里面主要的内容是我们的一个飞机靴 我们的一个进退刀的内容啊 也是谁呢 也是我们的一个这位学员啊 我们的一个丁宁同学啊 大家看一下啊 就这位同学 嗯 是吧啊 这个刀动的话呢 啊 昨天说啊 啊两点左右发我上来就说哎 这个刀动的话有问题啊 这个问题的话呢 这边我帮他进行啊看一下 这边我发给他啊 怎么进行优化呢 那么接下来啊 接下来的话呢 同学们呢也认真听一下 好吧 我也希望大家呢啊 通过我这些分享课呢 能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收获 好吧啊 像这种像这种优化呢 其实也非常非常简单的 因为像这个像这个产品的话 编程同学们觉得难吗 这种非常简单的那个产品啊 说编程的话 肯定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是不是啊 他无非就是说啊 把他上面做的内容 全部都加工完之后呢 下面通过我们的一个 通过我们的一个限割也行 通过我们的加工 加工中心做也行 不过一般情况下 像这种类型的话 基本上通过限格割一下 就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好啊 那么这边的话呢 我们先从第一个程序开始看起 我先把他这个程序呢 全部的复制一下 复制 然后再右键那边连贴 这边呢我把这个程序呢 一个个进行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啊 那我们看一下他第一条程序 是吧 这是我们的开出啊 开出的话 那么相对应的话呢 他的一个第一个 他的一个出发点的话呢 不对啊 出发点 他从我们那个零点这个区呢 开始往下斜着啊 过来啊 当然了啊 我们的一个 嗯 你可以这么设置啊 没有关系 这个的话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错语 对了啊 你这个道路啊 有这个进到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啊 一般情况下都是啊 都是什么 都是从这边直接下来的是吧 也就是让这个坐标线 直接以距离的位置啊 快速移动这个位置 然后再下刀的啊 这斜下刀的话就什么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三轴连动了啊 像这个我看一下啊 相当于两轴连动了啊 两轴连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X轴啊 的一个移动 和我们Z轴的一个移动 对不对 好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它怎么进行修改一下呢 我们双击下 他就什么问题 就说我呢 就把他这一个斜进刀呢 给他进行关闭掉吧 然后呢 他这些跳刀的话 也给他进修整一下啊 不让这些跳刀 这些跳刀的话呢 太过难看了啊 太过难看了 就是啊 加工一层跳这么高是吧 您这个时间是不是全部浪费了 对不对 说这个的话呢 我们尽量啊 不要让这种有这么多跳刀是吧 说这个的话是什么问题 是我们那个进退道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飞机靴的问题 对不对 那飞机靴的话呢 我们这样子进行创建一下啊 双击他 是吧 把哪里改一下 把我们的一个飞机靴 这个位置改一下啊 飞机靴的话呢 第一个改出发点 就是我们的币让这里啊 这个位置啊 币让出发点的看 看见没有是吧 出发点是不是出现个点了 对不对 这两个点的话呢 给它进行去除掉啊 就通过我们那个无 然后呢 起点也无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那个返回点无 这个话呢 要他返回干嘛呢 是他返回 只要他返回到我们那个最高点就好了嘛 是不是 这个的话也没有关系啊 当然了 如果说你是批量的产品的话呢 这么做是可以的 懂吧 批量的产品这么做的话呢 效率是会快很多的啊 批量的产品 但是呢 如果说你不是的话 你就这么做就何必呢 就没有必要了是吧 批量产品啊 这么做的话 那么相对应的 它的一个速度会快很多 就是快速移动这个点 然后呢 快速来加工下一个嘛 是不是 好吧啊 那么这边的话呢 飞行哪个问题呢 就是说 它的一个劲刀啊 这个位置啊 螺旋这一区都没有问题是吧 就是我们把线性改进去改一下 改成我们的圆弧 加啊圆弧切入啊 加我们的一个线性啊 就是说改成圆弧啊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基本上设置15% 或者20%都可以的啊 然后下面延伸的话 我们设置一个 呃 百分之 嗯 百分之50啊 或者啊 这边长一点 百分之55啊 多一点出来 或者百分之60也行 这个的话都不影响啊 多一点出来啊 退掉的话呢 射人抬刀啊 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区域的话呢 别的位置就没有什么好讲了啊 如果说 如果说你要设置的话 也可以这样子设啊 也可以让我们哪一个这个区域 没关系吧 抬刀抬的话也可以的啊 其实我可以设置 按照它设置一个直接下刀啊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 那么既然 接下来就没有别的地方要设了 那直接点击我们哪个 生成道路啊 看一下效果 OK啊 稍等一下 好啊 都关闭掉 嗯 好 确定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样道路怎么样 哦 有个地方忘记设了啊 抬刀还是没有改掉 是吧 抬刀还是没有改掉啊 那么我把飞削啊 哪个地方呢 我们那个转移快速啊 抬刀忘记改了啊 只忘记改它的进退刀了 是吧 抬刀在这个位置改啊 这个位置的话改成什么呢 改成我们的一个前一平面啊 这么一个毫米啊 然后毫米 然后这么的话设置一个前一平面啊 三个毫米 OK 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设置方式啊 设置的道路啊 关闭掉是吧 这边大家看一下 有这样道路怎么样同学们 这道路怎么样 啊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的嘛 是不是啊 然后这边的话呢 它这边多了两个道路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啊 进行设定一下 让它直接呢 从啊 它是从这个位置 多了两条道路出来是吧 那我们就强制一下 强制它的一个进刀点啊 飞月轩 加个强制进刀点 就是这个区域的话 我们给它进行设置一下啊 选择啊 我们的一个嗯 进刀啊 起点这个区域啊 给它进行设定一下 嗯这个位置啊 改成我们的这个位置啊 往这个地方进一个进刀 是吧 想要点击我们的确定 是吧 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再生成道路 ok了 啊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那个进刀的话 基本上就已经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对不对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哎 我刚才是没有改好是吧 没改好没关系啊 那我们这边呢 再沿它的飞月车这个区域呢 给它进行设定一下啊 嗯 哦 是指定个什么 指定一个方向是吧 不对啊 不对啊 猎宝宝进关闭点 我们新建个出来啊 选择我们的一个空间点啊 点击我们的这个位置啊 然后呢 啊 我们的一个默认的一个重叠 距离的话呢 就不需要重叠了啊 不需要重叠 OK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进行深深道路 是吧 这样的话 它进到就从我们的一个 这个区进行进到了 对不对啊 这么多两条道路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吧 多两条道路 就不管它了吧 好 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基本上这么设置 就已经 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是吧 达到我们要求之后 那么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第二个道路 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道路也是一样的 是吧 这么多跳刀 是不是啊 那么这么多跳刀的话呢 我们这个区也是可以进行设立的 是吧 优化一下 是吧 怎么进行优化呢 还是一样的效果 是吧 我们就直接设定飞一靴吧 飞一靴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它那个进退刀 稍微改一下啊 进退刀 圆弧5个毫米 设为无是吧 那么这位置我们退掉的话呢 我们就设置为 我们那个与进到相同啊 这个位置啊 无的话 我们设置一个修景和延伸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是一个百分比吧 百分比啊 嗯 圆弧百分比啊 百分之10 那这边还百分之啊 30啊 30 ok 啊 然后这边我们的快速转移的话 我们设置一个前一平面 设为直接啊 我看一下是什么道路 这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道路是吧 我们设为我们的一个 前一平面 这边0.5 这边设置前一平面啊 三个毫米 ok嗯搞定了啊 然后呢 避让这个出发点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避让这个区域的 出发点的话 我们就 你要有设的话你就设吧 如果是你拼量的话 你这么设就可以了啊 不是拼量的话呢 你就不用去管它了 是吧 然后再生成我们的道路 ok 看一下效果 是吧 对啊 这样的话是不是ok了 是不是达到我们要求了 啊 这个位置的话呢 哦 这是两个区域 如果说你想把这个位置的一个 台刀给它去掉的话呢 哦 也可以实现 啊 也可以实现 就是说你想把这个刀子给它跳掉啊 就是这个位置 我把它调掉 台刀是吧 那怎么做呢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哦 我们就通过一个这个方式啊 嗯 好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区呢 设置为我们的一个直接啊 然后进到这个区呢 设置为0 搞定了 看效果 咦 这个区是不是直接下到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直接了啊 这样的方式 那么它的台刀还这么高吗 啊 没有了嘛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的话呢 同学们要学会 学会灵活的去进行整理我们的道路 是吧 这样我们的道路 就会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 是吧 能够啊 达到你所想要的啊 好吧 啊 那么啊 分享就分享这么多啊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吧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进退刀 跳刀的一个内容了啊 我相信大家啊 听了我这些课的话呢 你肯定有个非常不错的收获啊 这个内容的话呢 啊 我的话也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内部的一些 参数的优化吧 这个的话 其实像这种类似的视频啊 还是比较多的啊 因为这个的话是嗯 大部分呢 这种类似的视频的话 我都是啊 分享给我们系统班的一个学员的啊 好吧 啊 当然呢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优化的 所以分享出来也没有关系啊 好吧 啊 那么今天内容就分享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了啊 如果说需要获得更多的一个资料的话 也可以啊 找我们发布这视频的老师 让我们老师呢 把更多资料发给大家啊 然后我们牵引教育的话 每天晚上啊 都会给大家能分享一个啊 我们的一个公开课啊 的一个直播课程啊 8点30到11点钟啊 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免费的上课啊 然后这个上课年纪的话 只要我们发布这个视频的老师就好了 让他发给你啊 然后呢 这上课程的一个内容的话呢 两个半小时的一个时间里面呢 会给大家讲到我们的一个 产品的编程啊 模具的编程好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工艺啊 加用思路啊 一些啊 一些加用技巧是吧 都会分享到的啊 同学们来学习啊 肯定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优惑的啊 就是有肯定有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收获的 是不是啊 那么嗯 如果是觉得我们老师上课还可以啊 想跟我们老师进行学习 他也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系统班级来进行啊 系统化的一个培训 好吧 从我们那个零基础啊 一步步的进行一个提升 OK吗 啊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讲这里啊 啊 那么嗯 嗯 就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了啊 那么就拜拜 各位啊 嗯 大家好 我是千一峰啊 今天再次给同学们送一些福利啊 也就是说呢 我们正在进行学习啊 加用中心操级的一个小伙伴啊 然后呢 您想通过我们的电脑去进行操作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款啊 仿真软件来进行仿真机床的一个操作 好吧 啊 那么里面的一个系统啊 里面的一个设置都是一样的啊 好吧 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进行双击打开这个软件啊 然后这边选择呢 啊 我们的一个运行就好了 这样我们就能够进成功呢 打开我们这口软件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啊 我们可以进行选择呢 我们那个加用中心的机床啊 这个比较大 我们进行缩小一点啊 我可以进行缩小一点啊 是吧 包括像这个里面的一个呃 机床啊 然后再加包括呢 我们的一个这个系统啊 全部都有的啊 好吧 你就可以通过这一个机床的一个面板 系统啊 去进行操作 比如像我们的一个机型打开啊 关闭啊 然后开机啊 关机啊 启动啊 是吧 也包括我们那个程序的一个设置啊 等等一些 还有我们的一个 啊 一个 啊 像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个编辑 是吧 自动啊 我们的一个手轮啊 然后我们的一个快速移动 还有我们寸动 还有我们回宁等等一系列 对吧 啊 像这些区域怎么进行使用啊 你可以通过啊 选择你自己要的一个系统 来进行操作软件啊 去进行学习呢 你看里面这么多系统吗 可以自己选择吧 是不是 好吧 好吧 啊